再来一块 朋友们大家好 新年大做的是辽宁的经典老菜 拔丝百果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出健康来 三个鸡蛋 打到碗里 切下来 咱们把火点着 先润一下勺 润好以后呢 摊皮不粘锅 四周 冒上清烟 油呢这么样一动啊 卷圈你看那油都长溜 这个就热得差不多了 把中间那个火调一调 没有响声了 就说明嘴巴呢 都蒸发净了 转向冒小青烟 就可以 三个鸡蛋 抽打 好了 加入淀粉 这个淀粉是土豆淀粉 两个鸡蛋 那么大的体积 两个鸡蛋那么大的体积 那也就是说二两 二两水淀粉 放进去啊 这就可以 接下来 继续搅动 辽宁呢叫八子白骨 到了黑龙江呢 酥黄菜 到了河北呢 麻银鸡蛋 都是一个菜 好了 这个就可以了 哎 往那一调 不吐噜吐噜跑 就可以了 哎 好了 再把这个锅 放到火位上 拿一块 厨房的纸巾 这样 给这个油啊 往那细一下 细完一下呢 你摊第二张品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纸 你再蹭一遍哎就行啊 现在呢 让它都细上来 哎 然后呢 转圈再细一细 把油呢擦均 看看这个程度 好 半夜啊 没等熟透呢 拿起一个边 往它一折 用这个 带手啊 这么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就熟了啊 熟了呢 我们看啊 看 这条都妈的小泡呢 啊 翻一下勺 再压一下 压实了 你这个活就好看了 一炸就苦起来了 啊 这是第一张 第一张 并不好啊 看看这张 哎 这一张是最好的 要是想摊得好 一般都在第二张 啊 因为啥呢 咱们掌握的那个火猴啊 不是很好啊 翻一下 来 来 朋友们 往这边看 少抹这点油 啊 再看这边 拿过来 再这样 翻过来 什么意思 啊 这等于沾油了吗 是吧 哎 不然的话 有时候一切 它沾一块酒 啊 这样 朋友们 看啊 有的是四个角 往上揉啊 除了就是方皮 方皮的呢 要求呢 切的是排骨条 啊 咱这个呢 是向眼片 哎 这个行 这个是最 最标准的啊 做好了呢 就是说 除了盘 一看 就是一大盘子 啊 把切好的 蛋皮 下到这个 碗里 挂上蛋液 现在呢 就是三指四层热 咱们往里下 别让它马上 就浮起来 马上就浮起来 就是醋 碗里 撒 然后呢 用这个 手勺 上下淋油 让它浮起来 像鱼泡似的 效果才加 看 看一看啊 用这个漏勺也 搬着忙 往上撩油 并且呢 让这个原材料呢 不断的翻动 啊 慢慢的 让它鼓起来 并且呢 把这个 煮料里面的水分 蒸发出去 啊 从而呢 色则能达到 这个要求 金黄色 然后凉了以后 还不回转 来 朋友们 咱看一下 这个颜色啊 来个特写 全程 炸至了五分钟 换句话说啊 油温不宜过高 啊 就是最高六成 就可以 加入这些底油 不要加水啊 这叫油浆 三两糖 把它炒化 哎 先把糖炒红了啊 化 让它慢慢化 看看 这糖化啊 现在 现在 还没化透啊 你看呢 这个糖呢 不透明 啊 一透明就好了 通常叫香油色 啊 一顶哗啦啦 一顿哗啦啦 这就好了 再把这个芝麻啊 撒里面 好了 这就可以 可以 出勺 出勺 三个鸡蛋 看看能出来多少 看看啊 这是大果粒 正常的咱们割水就行啊 你喜欢哪一种饮料 就用哪一种饮料 咱们这个往里蘸 看看 这个丝能看清吗 嗯 再来一块 行吗 行 哎 蘸一下水 蘸水 蘸果汁都对 现在 开始尝一下 嘎嘎脆啊 记住要点 温度不宜过高 你就按这个 觉得不错的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 看着会儿 年的 读位观看 感谢观看